漂亮女秘书深夜加班 可她不知道的是她刚走进停车场 身后的门就被人锁了起来 此时女人的内心惊慌忐忑 刚到停车场头顶的灯光 就一个接一个的熄灭 突然的黑暗让她头皮发麻 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 女人找出钥匙 还好车子停得不远 她顺利地找到了车子 此时的她丝毫不知道 一根破损的电线正好落在了车顶 当她刚将手搭在把手上时 瞬间昏倒在地 等再次醒来出现在面前的却是保安小李 小李说她看到突然停电 就赶忙出来查看 刚好就看到了被电线电晕过去的女人 可当女人一脸迷茫地低头查看时 却发现自己的衣服 被换成了一袭红裙 小李连忙解释说当时地面有积水 她因为晕倒在地浑身湿透了 所以就自作主张帮女人换了衣服 并且表示自己全程都戴了手套 还是闭着眼睛给她换她 小李的行为让女人感觉不对劲 拿上自己的东西就准备离开 可小李却问她是打算就这么光着脚走吗 女人总感觉小李不正常 一秒也不想停留 光着脚走到了车子旁 小心翼翼地上了车 可有时候人倒霉喝水都会塞牙 因为此时的车子怎么也打不着 她崩溃地想哭 一转头却看到了窗外的小李 这可把女人吓了一条 小李说车子因为漏电出现故障 她已经叫了拖车 还贴心地给她准备了一双 跟裙子配套的红色高跟系 并让她先去保安室等待 此时女人觉得小李特别渴 可又说不出具体哪里有问题 孤身一人的她不敢激怒小李 只能乖乖跟着小李回了保安室 竟发现小李准备了烛光晚餐 这一切好像都是特意为她准备的 说着还拿出了一个蛋糕 女人看到蛋糕瞬间愣住 因为这个蛋糕正是 她早上去商店打算买给女人 小李是怎么知道自己要买这个蛋糕 这让女人感觉到异常 瞬间觉得毛骨悚然 小李看着美丽动人的女人 想要拍个照片留作纪念 女人不敢反抗 小李甚至还不老实地僵守 搭在了女人的身上 小李的动作吓住了女人 女人不敢再继续待下去 赶忙掏出手机要自己交车回家 见女人去意 觉得小李便不再阻碍 女人走时小李还贴心地脱下外套 让她穿着不要着凉了 等女人找到停车场出口 却发现出口已经全部被锁住 而停车场的入口也是如此 出不去的女人之后 再次回到保安室寻找钥匙 女人找到钥匙准备离开时 无意踢倒了旁边的垃圾桶 却在里面发现了 之前自己丢失的东西 甚至用过的纸巾都被人藏了起来 这时她真正地害怕起来 起身离开的瞬间碰到了桌上的鼠标 电脑上不仅都是她的照片 还有自己家里的监控 她赶紧拿起电话报警 可却发现电话线早已被解断 此时的女人已经意识到不对劲 就打算赶紧离开时 小李刚好也回到了保安室 这下两人肆怒相对 看到女人已经知道自己的意图 打算逃跑 小李彻底卸下了伪装 一把抓住想要逃跑的女人 将女人靠了起来 任凭女人怎么哀求 她都不为所动 甚至拿女儿威胁她 女人被逼无奈 只好答应小李的要求 让她开心地过完这个圣诞夜 小李见女人答应自己的要求 带着女人来到车前 说是要送她的惊喜 然后将她塞进了副驾驶 此时的她丝毫不敢反抗 只能一个劲地请求小李放了她 而小李只是默默地开着车 直到开到一个巨大的帘子前 她才停下 她下车拉开帘子 里面竟是两个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的人 这时女人才明白小李所谓的礼物是什么 原来椅子上榜的不是别人 而是之前在茶水间调戏过自己的上司 和总是摸鱼丸不成任务的女同事 说着小李就说要帮她报仇 然后对着两人就直直冲了过去 就在离两人还有三个女的位置停了下来 两人当场被吓破了她 小李再一次倒车冲了过去 这次去离婚 上司拼命地挣扎想要摆脱束缚 两人只是欺负过女人 就被小李以生命为要挟的报复 小李让女人选择两人的生死 女人疯狂地痛哭着拒绝 此时的她已经崩溃 看着女人不做选择 小李抄起铁棒对着上司就是一顿输出 吓得一旁的女人惊声尖叫 好在小李还仅存一点良知 干掉上司后就遵守承诺放了女人 让她自生自灭 回到车上小李正打算带女人离开 却发现上司还没死透 于是就从车里找出小刀 上去就狠狠补了警 女人抓住机会悄悄下车 拼命地奔逃 人遇到危险时就会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潜力 很快就逃出了小李的视线 不久后她就遇见了被抓的女同事 慌乱间她掏出钥匙就要开门 吃手间钥匙掉进了排水槽内 见女同事愣在原地只顾着慌张 女人忍不住地吼了两句 这时女同事才反应过来 赶忙过来帮忙 可两个女人终究是力气太小 怎么也拿不到钥匙 女人急了拿起灭火器 就朝玻璃门砸去 可谁知这门质量实在太好了 任凭她使出吃奶的力气 也没砸洞分毫 实在没有办法两人只好大声呼叫 可早已夜深人静的街道 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呼喊 突然女人听到一阵汽车轰鸣声 看来小李马上就要找到他们了 此地不宜久留 两人赶忙找地方躲避 女人刚找到一个杂物间 就被女同事一溜烟地钻进去给占了 无奈女人只好找别的地方躲藏 好在女人激烈 通过柱子的遮挡 成功地躲避了小李的视线 没找到人的小李再次回到了监控室 想通过监控找到女人的攻击 女人左闪右臂轻易躲过了监控 找到了一个通往楼上的电梯 本以为可以回到写字楼求救 女人刚松一口气 电梯却突然故障停了下来 女人慌乱中按下了紧急呼救 见里面有声音传来 女人像抓住救命稻草室的赶忙求救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里面传来的却是小李的声音 这时她抬头才发现 一个摄像头正在头顶 而她的一举一动依旧 还在小李的监视中 但女人不甘心就这么束手就擒 于是她敲碎了电梯的监控 然后撬开了电梯门 用鞋子将电梯卡住 这样小李就没办法控制电梯 待在电梯里目前是最安全的选择 等到天亮之后救援的人到后 自己就彻底安全了 但此时的女同事看没有威胁 自作聪明地偷偷溜出了储藏室 结果被小李抓个正着 小李拿女同事的姓名威胁她出来 为了救女同事 女人只能再次妥协 老老实实地回到保安室 女人打算主动讨好小李 以此让她放松几屁 果然看女人如此佩服 小李解开了女人的手铐 看着女人受伤的小腿 小李心疼地蹲下查看 女人趁着小李帮她换高跟鞋的功夫 她的手已经悄然摸向了包里的香水 等小李再次抬头 趁着这个空荡女人拿起桌上的浴缸 就砸向小李的头 看到小李昏迷 女人拿起手机跑到出口寻找信号 在她多次的尝试后 她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 但是因为信号太差 警员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她使劲地往外伸着手机 结果一不小心 手机掉落在地 她拼命地伸手想把手机捡回来 但就是这一丝丝的距离 让她怎么也够不到 还不小心把指甲掀翻 女人忍着剧痛 狠狠地将整个指甲拔掉 手机的响声惊动了一个路人 女人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她不停地呼喊请求男人 帮她捡起手机 哪知男人却是一个罪汉 她自顾自地捡起手机 接通了电话 女人趁机赶忙大声呼喊救命 但好巧不巧的是 手机刚好没电 自动关机了 女人恳求罪汉帮她报警 可罪汉一顿摸索 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手机 突然罪汉指着女人身后 说那里不是有人 你找她帮忙吧 说完转身带着女人的手机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任凭女人在身后绝望地呼喊 小李被女人的行为彻底激怒 一顿豪言壮语过后 小李一步一步逼近女人 突然外面传来警车的声音 女人转身就要呼救 却被男人一下电晕 装进了后备箱 小李出门应付警员 当时接警员虽然没有听清女人的呼救 可还是派了人前去查看 小李面对警察询问 直说有人在恶作剧 根本没有什么事 女警不放心 十一要开车巡查 在停车场转了好几圈 毫无发现只能选择离开 此时昏迷的女人醒来 好不容易脱困后 就只看到警车的一个被 女人拼命追去 却在门口再次看到了小李 女人转身就逃 可不出意料地再次落入魔爪 这次小李彻底被激怒 准备让女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她一把将女人扑倒 拿刀对准女人准备刺下 就在刀尖离女人只有一厘米的时候 一个身影一脚将小李快翻在地 原来是写字楼的保安大爷 听到刚才的警车升下来查看 却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大爷掏出大门钥匙 让女人先离开 自己则留下断后拖住小李 无奈大爷年纪大了 丝毫不是年轻小李的对手 一番较量后最终领了盒饭 女人拿着钥匙来到门口 好不容易插上钥匙打算开门 却见一道身影飞奔而来 一把将女人甩出去 大门再次被锁上 等男人转过头来 看到男人的脸 女人吓得惊掉连连 因为他看到的正是上司 谁能想到这个上司 竟然是跟小李一伙的 什么血迹被杀都是演出来的 为的就是吓唬女人乖乖就反 这下女人要躲避的就是两个人的追捕 途中男人遇到了小李 此时的上司还不知道 小李已经真的杀了人 而已经杀红眼的小李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决定斩草出根 一刀刺穿了上司的喉咙 此时的女人再次回到保安室 拿起柜子上的匕首 躲在暗处蹲守小李 在小李进来后 一刀刺向了小李 原本以为这一刀下去 事情就此就结束了 可谁也没想到 那个匕首竟是拍戏用的伸缩刀 之前刺上司用的就是这个刀 彻底被激怒的小李 已经不再顾及女人 狠狠地掐住女人 被掐得喘不过来气的女人 慌乱中抓住了身旁的高跟系 一把砸向了小李的脑袋 拿出墙上的车钥匙 打算撞开大门离开 可就在离大门不到一米的位置 被小李先一步撞在了墙上 再次倒车后 两车遥遥相望 两人同时踩下油门 拼的就是胆量 最终在车子就要撞上的一瞬间 小李还是打了方向 最终撞在了柱子上 即使这样小李还是来到女人的车外 想要宣示自己的生命 就在这时女人突然睁眼 拔出滚烫的点烟气 烫在了小李的脸上 趁小李不被一把将她靠在了车上 小美终于通过自己的聪明 战胜了这个坏人 当她走出地下车库的那一刻 她才走向了光明 任何时候深夜我们一定要结伴出现 不要把自己处在危险境地 最后提醒大家防人之心不可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